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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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吕 今天我主持比赛亚军 诙谐搞怪 机智幽默的风格 获得观众的喜爱 其实呢 我们现在现场呢 我们的主持人 我们的嘉宾 包括我相信在座的每位观众 都会有自己的烦恼 但是来到我们节目 现场的四位控诉人 应该说他们的烦恼 都会非常的特别 有些可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 是的 当然在介绍他们的烦恼之前呢 也是要再次说一说我们节目的一个 整场的一个规则 再见吧烦恼 每集将讲述四个烦恼事件 现场一百名观众 对烦恼事件进行投票 烦恼指数最高者 将成为当期的烦恼王 获得由珠华老字号 老凤翔准备的大奖 好了 那么再了解 我们第一个烦恼故事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是 麻花宁帆桃 我的男朋友 他是一个控制狂 我所有的生活都要被他安排好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真的爱我 可是后来 我真的觉得我很累 亲爱的 你就让我再吃一分钟 五 四 三 二 一 surprise 宝贝 营养早餐 给 这是营养价值极高的果蔬汁 里面有 芹菜 韭菜 香菜和榴莲 对 喝了它 神清气爽一整天 来 还有这个 紫薯燕麦泡油条 吃了它 能量满满一整天 宝贝 上班去吧 摸摸哒 摸摸哒 宝贝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有没有觉得你的身体有一点点的疲倦呢 我不累 等你觉得累的时候就晚了 来来来 站起来跟我做运动 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翻倒下来啊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坐 坐 坐下来举腿啊 来 三 二 三 四 不许偷懒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拜拜 继续工作 摸摸哒 亲爱的 我们去看一场电影好不好 你都已经坐了一天了 再去电影院里边坐着 你的苹果鸡会下垂 我的胸会下垂 我的屁股也会下垂 对 所以今天是健身房的半假日 我们要去坐深蹲 对 走走走走 宝贝 坚持再多一个 我受不了了 这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真的受够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们请出我们的 控诉人小家闪亮登堂 嗨 大家好 小家请坐 小家请坐 她长得很甜美的姑娘 对 不过我觉得我看到她就是 我蛮想去控制她的 没有 感觉她还蛮好控制 你这样啊 你那时候想呵护她吧 头发长长的 然后身体也感觉比较雷若 就是这种男生就是觉得 一看就是很容易控制 很容易驾驭的 不是在保护吗 怎么是控制 我的意思是 我能够理解她的这种遭遇 你男朋友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吗 对啊 他就是会让我做很多 我其实不是很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个东西 会不会很劲爆 是我每天要吃的东西 早餐 纯牛奶100毫升加两勺燕麦 白煮蛋一个 对 不能是卤蛋一定要水煮 一定要水煮 OK 全麦吐司两片 听起来我觉得有点像 五星鸡酒店的一个标配啊 好像都通常都是这样的 娜娜你来看一下第二条 午餐是什么 五笋虾仁 虎皮青椒肉末 照烧鸡胸肉 还挺好 都是我喜欢吃的 还有一个晚餐啊 晚餐是小米粥搭配酱黄瓜 奶黄包两个子玉米半截 鸡蛋很好啊 对你很好啊 每天跟你一样 可是我们认识三年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饭 三年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饭 都是要在家里吃 你的男朋友给你订出这样的一个 一日三餐的这样的一个菜谱啊 他的摊到标准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很卫生 然后少油 少盐 少鸡精 就是基本等于是白水煮的 其实很好 对 蛮好的 那很健康 可是每天这样吃真的会腻啊 那到底是谁煮饭的 谁做的呢 都是他做 因为他嫌我做的放油放盐嘛 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什么都不用做有饭吃 我想多问一句 你或者他你们身体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需要这样去调理吗 没有啊 那你男朋友是大厨或营养师之类吗 不是 反正目前听下来呢 我是觉得给你做这样的营养餐还好吧 对 我也觉得还好 但其实就是他不仅仅是一日三餐 还要让我吃很多药片 药片 你有带来我们现场吗 我有带过来 你有冰吗 为什么要吃药 不是啊 他就觉得女孩子要补什么钙啊 铁啊 VCR这种一堆的 营养 营养都在这里面 那药片全部都是这里面啊 是一定要吃一箱吗 不是 里面有很多罐子 我还以为他一天要吃一箱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就是每天都要吃十几天吧 我是很信哦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每天都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功课 对啊 但是我觉得更好奇的是 其他的是什么 里面的一些东西 这些书也是要让我看的 这些书也是要让我看的 这是看面相的书吗 看身富贵还是注定书 说的是你吧 哇 是什么书啊 学粤语 还有呢 武士 武士大全 其实我根本都没有看进去 我每次一翻这些书我就想睡觉 这些书啊 不是你每一本都要读 还是说你选择其中的你感兴趣的来语 都要读 我陪读了吗 他会陪着我读 我根本就躲不掉的 我陪着你读啊 他会不会每次你看完一本书之后来问你一些相关的问题来考一考 会让我写感想 我写感想 哇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那个我们的这个男友哈 他刚才对你的这个控诉 你同意吗 他说的对吗 还是真的有有点夸张的成分 我觉得他是有点夸张 我做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他好 你现在的语气 你现在状态好像一个把鼻 你知道吗 可是你为他好的时候 你有问过他需要什么吗 这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都是基本的一个需要 为什么炒股也是基本需要吗 这个只是为了拖宽知识面 让他了解一下 但是我想问问你啊 感想OK可以写感想 但是我想问你这个面相 他看完怎么写感想 回来告诉你 来分析一下你的五官 你的生成八字吗 我就是为了让他拓宽拓宽知识面 平常看一些脑残剧啊 对他是比较不好的 可是这个也很奇怪 让人看面相 还有呢 我还要想 还有还有还有什么 就还要让我搭积木 对啊 你是在带孩子啊 他就是一个家长 还有这个东西 自己个家长 对你就是个家长 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花了两个三个小时完成的 然后你很厉害啊 他跟我说你再拆了再重新装 为什么为什么搭好了要 首先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搭积木 而且为什么搭完积木之后 要拆了重新装 这个因为我们要结合这个 手脑协调 你看 意志 手脑协调 它很协调 没问题 它刚走下来 每一步都是很协调的 是防止提前进入 防止 防止 除了 对 对 真的 真的要想的 一般女生觉得男生一直陪着我好幸福啊 可是你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出去玩 跟朋友见面吗 都不放他自由一天吗 你不给他放假吗 我觉得女朋友才是最重要的 我这都是为他好 我这都是为他好 可是他也有他的私人空间啊 他不可以出去 不可以出去 也不得在外面吃饭 不可以交朋友 没有啊 如果我跟朋友出去玩 他也会跟着 我想问一下 你会不会每天给他画一个课程表 自己在家里面设定好 他早上起来该干什么 中午起来该干什么 晚上该干什么 这个行程你都给他每天都安排好呢 虽然没有每天安排好 但是这些东西的话 我都是陪着他一起去做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控制他了 他根本没有一个自我的空间 人其实都需要一些自由的空间的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吧 你小时候你爸妈是不是这样对你的 让你玩这些 让你看书 虽然没有 但是我小时候也差不多 你没有反感过吗 他们所有安排你都满意的 就小时候没有什么反感 我就觉得除了学习其他都还好 就所有的学习 以前都没有不愿意的小孩 让他来学习 特别像一个机器 就是说他觉得好像自己从小是被这个模式所培养出来的 我就觉得说我对我的女朋友这样 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模式来培养他 来变成你想希望他出现的一种样子 对吗 我也不是为了让他变得什么样子 其实这一切就是我做的都是因为他 为了他 对 希望他变得更好 对 希望他变得更好 但是你知道我们从来都不能够以为他好为谁好去绑架一个人吗 明白这个道理吗 何志默跟你说话帅哥 就是我觉得很巧 刚才你提到的所有这些爱好我现在都在做 就比如说我也蛮爱看书的 而且我提醒你一下 你这书的品类里面少了一些科普类的 什么万物减食 时间减食 要看起来很重要 然后营养品呢我也有在吃 我也很注意健康 然后呢我也听听交响乐啊等等等等 我的前提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变好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非要这样让我去做的话 我就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开心了 我都不要 这两件事情的一个区别就在于 文小师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 而这位是被迫去做的 对 文小师能不能说一下 如果按照你自己的一个意愿的话 你会比较希望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你要说一下 你刚刚说我想休息了 我就找朋友去唱唱歌啊 或者我去散散步啊这样子的 但他可能都会觉得 女孩子一个人出去散步太危险了 或者是唱歌这么没营养 不如在家里看书 所以在你的眼中 我们的这位冯新多也是很没营养的 他可能觉得我整个人生都很没有营养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边啊 我们所有人在这里并不是在批判你 觉得你不好 首先女朋友她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肯定有你自身的魅力所在 对不对 那你肯定是有好的方面 只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可能他对你的一些做事的方法 比如说管他太严了 他没有一些空间 有的时候你需要站在他的角度上去 考虑一下问题 这样子两个人在一起才会更加长久 没错 没错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个人 他们会特别地爱你 然后呢也会希望你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做 那么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一个人 你觉得这会是一个烦恼吗 现场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 让我们倒计时 三 二 一 请投票 好的 欢迎回到由老凤翔独家冠名播出的 再见吧 烦恼 让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他挺多的 大部分人好像还是埋着头像的一个烦恼 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一定要自己去成长 这是个前提 当你自己越成长 你就整个人就越圆满 你就不太需要另外一个人 一定要硬生生地塞给你一个东西 他给你的东西是多的东西 你要相信他有自己成长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福文小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获取幸福的能力 其实是靠自己的 而不是别人所给予你的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位嘉宾 你听到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 这样的一个投票的结果之后 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吗 我觉得吧 可能我会一直想的问题是 我是在为他好 可能稍微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 我会尽量就是考虑他的感受 然后跟他一起进步 那你有什么话对男朋友说吗 好像感觉也美与之间 有一点小幸福的感觉 就是希望你真的可以 就是做出改变 然后我们一起去做 我们都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特别重要 太棒了 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个舞台上 就在这里说在最想干的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箱子扔掉 对 最想扔掉哪本书 就是这些东西都给到我们了 好吧 积木给我玩吧 大家一起来 现在就扔掉了 来 拉走 拉走 来 送给你啊 谢谢 给你了 其实呢 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我觉得我没有很多东西想说 只想说一句话 永远不要以为他好三个字 去绑架任何一个人 祝你们俩都可以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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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的 感谢老公强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 同时呢也是要感谢开心麻花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一组烦恼故事 有请我们的麻花拧烦恼 我有一个女朋友 她非常的温柔 贤淑 小鸟依人 我们原来幸福的生活是这样的 亲爱的我拧不开我来 哇 谢谢你 没关系 啊 长老 长老 别跑别跑小家伙小家伙 哇 你好闷哪 那是 亲爱的 我想吃西瓜 可是 我来 嗯 哇 你好厉害呀 那是 来 我喂你吃 嗯 老婆 嗯 不如我们边吃西瓜边看恐怖片怎么样 嗯 来嘛 放心 有我在 低 嗯 嗯 嗯 哎呀 我好怕呀 没事没事 有我在 有我在 乖啦 亲爱的 你好慢呀 那是 可是 我的女朋友过了一个月之后 她竟然迷恋上了 健身 我们的痛苦生活 是这样的 哎 哎 都甜酒吧 亲爱的我来 我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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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别害怕亲爱的 有我在 我还是吃个西瓜 压压经吧 我来 亲爱的 不如我们边吃西瓜边看恐怖片呀 不要 好爱怕呀 啊 亲爱的 我的天啊 你赔我练会钱呢 不要 来吧 你让我歇会好不好 真的 观众朋友们 真想有一个月光宝盒 让我回到过去 找到我原来的女朋友 好可怕哦 那你请出我们副主人杨冰瑶 闪亮升堂 白白净净的 对啊 像书生一样 我们这边嘉宾颜值都好高 每一个出来都比主臣帅 真是的 再见吧 主持人再见 到底有什么烦恼 对 到底真正的烦恼是什么 烦恼就是我的这个 女朋友她现在是太健硕了 因为我之前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是因为想减肥 然后嘛 然后就去健身房健身了 然后后来就上瘾了 上瘾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每天都要抽时间去健身 那我想问一下 你的女朋友现在是什么样 以前是什么样 这个当中的反差 真的是有很大吗 现在和以前反差非常的大 而且有照片为证 照片为证 这是以前吗 这是以前 挺漂亮的 白白的那种 以前还是比较可爱 比较妇媚型的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她的力气非常的大 就是我和她如果掰手腕的话 她都会直接把我掰倒 真的吗 她现在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我其实特别讨厌 叫什么 她叫我妹妹 她叫我妹妹 她现在各方面都是身体啊 很强壮 然后我就反而像一个她的小妹妹啊 她来保护我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 健身前以前都是这样的 回来就是老公 然后健身后回来就妹妹 他这样一说我就更加期待 我好想看看 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请出我们的被控诉人 小太阳 哈哈哈 哎好好啊 手机 才是力量持着动作 oop oop 哈哈 oh my god 你幸福死了 你还是要控诉人家 哎哎你不是喜欢我这样吗 fatal 我建议杨吕刚才在我们的舞台上 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肌肉啊 展示的动作 两位比一下力量好不好 男生跟女生来比一下 可以 看看你到底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杨吕不要给我们丢脸啊 对啊 来妹妹 我真的很想摸一下她 跟她比佛琛吧 那个男生的强项哎 我跟你讲我做佛琛 只要一个手指就OK了 你确定吗 你能做多少个 你能做多少个 我做你的两倍 做你的两倍 天呐 杨吕说个数字下次谈 快点 杨吕争气啊 一百个 五个 五个 你可以双腿 我单腿 他在秒杀你啊杨吕 一 二 三 四 还差一个 杨吕站起来 杨吕加油 杨吕吕加油 六七八九十 杨吕 你看我有加难度拍手啊 我们看 教练怎么样 哦这更难 这更难 对 姿势好标准啊 一 二 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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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好轻松啊 哇 哇 而且每一个上下都很标准 真的啊 我那种呢就是把你那个你那个波浪有点大 对我看你那个画面像一个什么吗 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胖河屯 胖河屯 像胖河屯 但是他就全身上就好紧哦 很漂亮哦 对对对 很羡慕 似乎好像有一个人的表情有一些不太超级 超级 对 淡淡的 有点忧伤 你每天看见这样的美好的场景 不心动吗 不开心吗 也不是了 其实也挺烦恼的 我有一点理解他的想法 那是他女朋友 他带着自己女朋友出去 所有人都在旁边那个演出 是这样 像这个男生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 还是希望带出去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女孩子 对不对 是怎么想的 我还是其实偏向于喜欢他以前的样子吧 就是之前的他就是性格上可能和现在比的话 我更能接受一点嘛 现在就是他有点强硬嘛 就是比较强势一点 我还欺负你 我听我很多身边一些健身的朋友告诉我说 好像他的外形如果产生了变化之后 性格也会有变化 会吗 会会会 我就是 我以前很瘦 不可能 不可能 是真的 我有照片为证 我以前特别瘦 在我上大学之前 我一直都是个小萝莉的形象出现 那当时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就很 很不爱说话 很安静 很不爱说话 很安静 所以说你的性格也是跟着你的体型一起膨胀开来的吗 对 开朗了 开过了 那是很好的变化 对 那你的女朋友呢 对啊 她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变化 她以前是那种小鸟依人型的 很温柔的 很温柔的 跟我说话都都都都没有大声过 现在 你要不要吃饭 来 我来演一下 也没有这么夸张了 现在你来演老公 你来演老公 我来演老公 你来演老公 好好好 真实的她的样子 要不要陪我去健身啊 我今天有点事 你要不自己去 你昨天不是说好的吗 那那今天临时有事 这加班的事又不是我能控制的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到底怎么能不爱你呢 你就说你要不要去啊 我要加班呢 你加班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我不加班 我哪有钱 让你花去健身啊 对不对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我要加班呢 不去是吧 不去我去了 太真好玩了嘛 现在就这样一个状态 你知道她的那种感觉 我能有画面感啊 她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大声说话 或者是暴躁 或者是发泄也好 你想想看你 比如说你举哑铃 你平时你很轻的话 你怎么就这样啊 你要举很重要 时间不长了 肯定听了她说话就 你昨天晚上 为什么这么晚回你 她说起来的跟着也有关系 奇怪也有关系 奇怪 问一下小太阳 你觉得刚刚老公这样讲你啊 我们也说了这个女汉子的话 你觉得你自己是女汉子吗 我觉得我不算吧 我觉得我只是雷厉风行了一点 想到什么就去做 在家其实还是挺温柔的 是吧 是吧 我什么时候 没有 她最后打点 因为他们太远了 挺温柔的 对吧 打点 你是这样吗 有一点点偏差了 有一点偏差 就可能来上节目还是要掩饰一下嘛 那我们展现一下真实到底这段话是怎么说的 你真的要在公共场合这样控诉我这样好吗 晚上回家我再接一接 我还是给你说句真心话吧 其实不管你外表怎么样 在你的男人面前 你永远要示弱 可能你的体力比他强 但你一定有不如他的地方 比如说你电脑突然间死机了 你就可以去求助他 老公我这个真的不会弄啊 你帮我弄一弄好不好 或者说在工作当中跟同事遇到什么纠纷了 对不对 也可以请教他 一看他性格那么好 应该是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的人 你可以去问他 哎呀这个怎么办嘛 你帮我给我支支招嘛 你试试这个路子好不好 这个建议也不错 好那我们的故事建议到这边呢 我觉得最后啊 我们的这个老公 也可不可以对小太阳说一些 自己在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有什么话特别想对小太阳讲的 我希望就是 我们说话声音小一点就可以了 那小太阳 你想怎么说 我想对他说 健身是我的爱好 希望他能理解 健身跟我对他的感情 其实并不冲突啊 都是我一辈子很想执着去做的事情 那如果说在你的家里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金刚芭比 那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烦恼吗 哎那现场的观众朋友 请各位拿出手机 让我们倒数 五 三 二 一 请投票 五 六 十 三 六 应该说大部分人还是认可 这是一个 算一个烦恼 算是一个烦恼 但是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烦恼 对不对 而且刚才两位也已经是说过了 彼此都能够理解一些 然后彼此能够支持一些 那这样的一个烦恼 相对我们来看 也是比较容易消除的 是的 好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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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拜拜 欢迎收看由老共强独家冠名播出的再见吧烦恼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下一组烦恼故事 让我们有请麻花引烦恼 好 谢谢大家 变个魔术 叶子 叶子 花 老伯 让上 让上 一人我饮酒醉 醉把家人成双对 两眼是毒相随 哪怕他日能双毁 江女士亲夫亲 我这刚擦的地 你说说你都给我踩脏了 别玩那个了 给我收起来 我给大家表演个绝活 哎呀我的天哪 胸口碎大脚 咱俩录一个 来 你跟我一块唱啊 啥呀 我不会整这件 我真不会呀 一样完蛋 一点都不精彩 你绷整了 我给大家 再表演个绝技啊 还表演呢 老伴 靠墙 你又干啥呀 拿个水果 香蕉 不行 芒果 不行不行 梨 不行 那这 这是啥 走 也不行 拿个芝麻 芝麻 顶头上 顶头上 你你你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飞刀 啊 蒙眼睛了啊 老伴 一个单子啊 预备 哎 啊 哎呀 我的天哪 观众朋友们 生活中有个这样的老伴 天天迷美拍 哎呀 怎么办呢 劝都劝不回来呀 你请出我们的这位控诉人 我们的爷爷 爷爷好 太阳好 太阳好 你好 爷爷的烦恼现在是什么 我今年67岁 我叫曹春生 嗯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的东北人 啊 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想要控诉我的老伴 哎 老伴做什么了 做什么 让您那么不满 这两年吧 他就始终是陪着我外孙子搞这个搞笑视频 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拍下去了 为什么呀 可是我觉得这样蛮有生活乐趣的 情绪的 很时尚啊 很时尚啊 为什么不好呢 我老伴今年68岁 原来是一个国家干部 在单位吧 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他是一个很正直 很严肃的人 嗯 大家对他都非常尊重 嗯 自从他拍了这个搞笑视频以后啊 我感觉他整个人都变了了 变大了 变了 他经常讲一些老年时候都听不懂的话 比如说 比如说 什么话呀 你不服气呀 你想要咬我啊 你想要咬我啊 我感觉到爸 这个说话都是为老不孙的 你会咬我啊 那你到底咬没咬他呢 你有没有咬他 我也不懂这个事情啊 他会不会跟你说这个 老伴 这些我都不懂啊 我们这些老年人都听不懂 没法和他交流 就不懂 但是我觉得我听了老爷说了这些话之后 我就更想看一看这个姥姥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潮人 因为爷爷好像感觉也是很正统的一个人 那我们的姥姥呢 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现场 姥姥你好 大家好 你个人好 我叫张亚琴 是来自于江苏徐州的东北 东北那嘎子 东北的 这个呢是我外星子 今年二十一岁 他叫吴显亮 大家都高兴地叫他呢 小亮子 小亮仔 记住了 长得又好看了 你一直跟这个孙子拍这个视频啊 谁的主意啊是 我的 你的主意啊 你的主意啊 亮子 你今天有没有带一些什么相关你们录的搞笑视频过来 有 有一个是要饭的 要饭的 对 还有一个是烧纸的 所以说 演织率最高是多少 最高时候700万 好带啊 好恐哎 对啊 包括姥姥现在的粉丝已经超过了100万 最少 最少会有一千万人看过他的视频 绝对看了 我想看一看 想看想看 放一放呗 咱们看一看 来 我看看带子 那是啥呀 麻雀 那又是啥呀 麻雀 那是啥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那是麻雀 麻雀 你听不懂话呀 等你老了 这是我外孙 四岁时候的照片 那时他问我 姥姥 那是啥呀 我告诉他 那是麻雀 他问了我 五十六遍 每一次 我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路火旁去暖 回忆青春 不要动 把钱拿出来 哎呀 你这么做 你不怕法律的制裁吗 什么是法律 啊 法律呀 就是大家不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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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老啊 大家有点事儿 我再做一次玩 我手段是什么话 来来 行 过去了 现在人哪 都什么猫 拉使他的手指 过去 没有 我觉得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我们好像 拳头的人都笑的是 人仰马翻 然后奶奶跟亮子 也是很开心 但是唯独是我们的老爷 他太开心了 他好像 很抽象了 很落寞的一种神情 老爷为什么不高兴啊 我觉得大家 就是在嘲笑 他不是喜欢 没有 我们真的觉得 很好玩 有意思 你为什么觉得是嘲笑 是他给你丢人了 还是怎么样了 真觉得挺丢人的 挺丢人的 丢人 很自爱好吗 我觉得很好啊 老老 现在是你的粉丝了 我也喜欢你 姥姥 我期待你出更多的新作品 你如果需要投票的话 我投给你 所以老爷 其实啊 你看我们刚才看完 他这个视频之后呢 我们是由衷了 发自内心的 我们感到开心 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了 那都给我们带来快乐 你为什么还反对呢 这个事情很丢人的 就拍了这个视频 他原先那些同事 还有领导 把我们家电话都打爆了 还有的人都跑到家里来了 我老伴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所以你觉得这个事很丢人是吧 这不事情很丢人吗 但是他那些同事 竟然会相信这个视频 我也是觉得蛮奇葩的 因为他的同事可能年纪 也是和老老老爷 这个差不多的 所以他们可能不明真理 对不对 所以同样我想问一下 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量子 你对于自己的姥姥姥爷 拍视频这件事 你是怎么看的 最开始的时候是 因为我感觉姥姥是在帮助我 他拍视频是帮助你 最开始的时候 你们可能看到 现在很快乐的一个人 其实以前并不快乐 我真的是得了一个自闭症 得了一个自闭症 你还有自闭症吗 自闭在一个很小的一个环境里面 天天自己去做一个事情 然后后来姥姥 把我从这个里面拉出来的 从小就是父母去打工 把我留在家里了 就是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重视 很自闭 就每次看到别人嘛 也没有什么朋友 不喜欢交朋友 看到很多的人去跟我说 就很害怕 而且就是很自卑又自闭 所以说当时也是姥姥 去带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所以说今天是 也特别地感谢我的姥姥 所以说姥姥 我们的初衷不是为了要搞笑 你就是为了希望通过这个方式 能够帮助自己的外孙 我就是通过这个搞笑这个段子 搞笑这种这个演示 来让我这个外孙的 从此能够快乐起来 看来目的是达到了 对 真的达到了 他现在很阳光啊 他从进来的时候 到现在一直都是在笑 因为他刚开始时候吧 这个自闭症吧 比较重 他也不配合我进行搞段子 后来我就想 他说怎么才能够把他从这种现象的解脱出来 我考虑呢 我干脆我就在家给他拍这个搞笑段子 演什么内容 都需要画什么样的装饰 这些内容啊都考虑完了以后呢 就等着我儿子下完班了以后呢 吃完饭 我们家里就演给他看 这样吧就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种搞笑吧有点意思了 这个脸上呢 也慢慢地就有点笑模样 在这个基础上 我才在跟他俩 继续地慢慢地搞这个搞笑 然后渐渐渐渐地 他也参与到了这个搞笑视频的拍摄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他慢慢好点了 他能够配合我了 我们才一起进行点搞的搞笑视频 有他进行点 因为咱们现在呀 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呢 也有不少的孩子 缺少父母的陪伴 另外我们这个视频里头 经常在讲 自闭症的这些现象 是吧 这个这些报道 我就跟亮的说 咱们吧 能不能帮助帮助他们这些孩子 让他们也走出这种困境 快了起来 所以我们一直就搞这个搞笑视频 所以姥姥一直是在传递这个正能量 那亮子其实作为第一个实践者 是通过这个搞笑视频 治愈了你的这个自闭症 然后姥姥又说 要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 带给更多的人 你的体会是什么呢 我感觉这个效果 刚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说太明显 当你真正参与进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了 其实是真的很不错 让你从这里面走出来 而且你能用你自己的自身表演 去快乐很多的人 所以说 说一千到一万 姥姥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治愈的效果 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老爷啊 你看到了自己的外孙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吗 我觉得吧 既然大外孙子已经好了 那我这姥姥 今后就不要拍了 这比起关注其他人的心理健康 我更希望我的老伙 今后顾着点自己的身体 你看原先他拍那个视频 有的拿砖 有的要点火的 还抽烟 抽烟我都没看到 我拿过电视的时候 老爷是担心他的 姥姥的身体状况 但是我反而觉得他拍这样的视频 他会让他自己内心会更加健康 因为他自己从中找到乐趣 他开心啊 反而我们现在有点担心您啊 就是您老是烦恼惆怅 要不然你跟他们一块拍拍看 说不定还蛮好的 老头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的身体 但是我觉得哈 这个事情做得很有意义 不但吧给大家呢带来欢乐 而且吧 还能够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所以这个事吧 我还想继续做起来 老爷你看这样啊 以后呢咱们姥姥哈 拍这些视频的时候 咱注意安全 人生安全第一位 好吧 剩下的时间呢 就让他和自己的外孙 多拍一些 让更多的人开心 让更多得自闭症的人 不要再得自闭症 这一点 在保证他安全的前提下 老爷您同意吗 我觉得老爷这表情特可爱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 那我就和你一起拍不行吗 太大了 只要把这个医生哈 说的呢 你们不要再拍了 需要我们进行休息了 那我呀就不拍了 好吗 那行 那就听你的 好 用了 用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环节 我作为主持人第一次觉得很纠结 你说还需要投票吗 这个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烦恼 已经是完全解决了 投票还是需要投票的 因为很多观众 你不知道他们对于他们的生活而言 这算不算是一个烦恼 不行 这个环节我作为主持人第一次觉得很纠结 你说还需要投票吗 这个因为我们整个的一个烦恼已经是完全解决了 投票还是需要投票的 因为很多观众 你不知道他们对于他们的生活而言 这算不算是一个烦恼 不行 我觉得千万不能投票 因为我们的烦恼已经解决了 还投什么票 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讲究真实 所以烦恼不成立 好吧 但是还是一个Happy Ending 我们把两位送下舞台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一起拍出更多的可爱搞笑视频 赶快就谢谢 谢谢 今天我们要来收看到的是最后一个烦恼故事 以及请祝我们最后的一场麻花你烦恼 自从新鸡哥尔丽莎进入我们公司以后 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呢又是个耿直哥 他怎么吃也吃不胖 而且每天都会用他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我 Lisa Lisa 你累了吧 有点 吃个蛋糕捡捡压 我不爱吃这么甜的东西 你不喜欢吃啊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里面有芝士 奶油 巧克力 还有榴莲夹心 我一会儿再吃 啊 你不喜欢吃啊 人家给你做了一个上午 我喜欢吃 我吃 好 我们一起吃 好吃吗 好吃 嗯 嗯 嗯 玉塔 你渴了 奶茶 我喝点水就行了 哎 这是我出去跑 跑了一个上午给你买的 可是我不爱喝奶茶 啊 你不喜欢喝呀 人家排了一个上午的队给你买的 还说给你多加了一份珍珠呢 我喜欢喝 我喝 好 我们一起喝 好喝吗 好喝 嗯 嗯 嗯 莉莎 你怎么把锅 弄到 我请了一上午的假 在家里专门给你做的 这是什么呀 炸鸡啊 热量也太高了 不高不高不高 我专门用橄榄油给你炸的 我真不吃 嗯 你不喜欢吃呀 人家在家里给你炸了一个上午呢 我喜欢吃 我吃啊 好 我们 你先吃 你先吃 好 你再吃 嗯 嗯 嗯 这个呢 是我明天的计划 明天咱们俩不是不上班吗 早上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餐 吃完早餐以后 我们下午可以去唱歌 哦不不不唱歌太好体力了 我们可以去喝下午茶 我知道有一家店甜品特别好吃 然后喝完下午茶以后 我们就可以逛一逛 就该吃晚饭了 然后我们吃完晚饭以后 就溜达溜达 然后就可以吃夜宵了 还吃啊 对啊 我家24小时的夜宵店特别好吃 然后吃完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去吃一个柿子头 哎呀 这就是我的同事丽莎 她怎么吃也吃不胖 可是我就这样跟她吃了一个月 我胖了足足15斤 她的每一次说话都让我难以拒绝 可是我这样一个连喝水都会胖的体质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那我们赶紧挺中我们的控诉人 Rita闪亮登场 哇 好可爱啊 然后两个手起来 快来快来坐我旁边 Rita请坐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Rita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妆视频的模特 我叫Rita 像娃娃一样 但是我觉得Rita也不是很胖啊 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呢 经常会被同事叫的一起 吃下午茶 吃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身边又有一个闺蜜同事 然后她吃的再多都不发胖 那你自己可以去拒绝她 对啊 你不用去吃啊 对不对 其实我平时就是不太懂得拒绝 就 但是会会拒绝 杨吕听到了吗 她不太会懂得拒绝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太直吧 其实因为是下午茶嘛 谁来了你都不放 对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配不上你 可以可以当吃货吧 对啊 我也很爱吃 你拒绝不了的到底是朋友还是美食 都不太能拒绝 感觉朋友美食都是不可辜负的 要不这样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这个被控诉人请到我们的现场 我想要看一看她到底瘦成什么样好不好 好的 请到我们的Lisa你好 Lisa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Lisa可以站起来一下下吗 小美女 哇 小美女 她真的 其实不比不知道 她听到比喻她要瘦一点 好像要小一个圈圈 如果我有像这样一个很漂亮的女 不是女朋友 就是朋友啦 女生朋友 女性的朋友 她真的如果每次带我去吃 或者说邀请我去吃饭 我觉得我难以拒绝 所以你也是一样吗 还是说你也会拒绝她 我会尝试着拒绝她的 昨天她有没有叫你去吃过饭 她有吧 因为昨天我们 她怎么诱惑你 我们昨天参加了同一个活动 结束之后 其实我内心是想就是晃一圈就回家的 他们就说 这边东西有哪家哪家很好吃 然后她的那个哪个是招牌 要不去尝试一下吧 我说我明天还有工作 或者就是 而且就可能尝试性的就说 那算了吧 我们改天再约 你明明不是这样说的 她是怎么说的 谁给我们看一下 要不你来演一下 我来给你演 你来演她 好呀 然后我做Rita好吗 好 我就是你啊 你就陪我一起去嘛 我一个人 我就点不了些什么菜 对不对 两个人呢 我就可以多点一点 我们就可以尝到好多好吃的 那家店是吃什么的呀 那家店是夹米线 我是吃米线的呢 云南的米线更好吃了 那好吧 是这样吗 就是同意了 我答应你了 她昨天是 你昨天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吗 但是就那么可爱的一个女生撒娇 然后就内心难以 你说你能抗拒吗 我觉得我真的蛮难以抗拒的 对啊 你能抗拒吗 抗拒不了 可是你是女生来 男生抗拒不了没有关系 你是女生啊 那我也没法抗拒这种 对 真的 哇 所以我想说我们可能忽略了当中的一个背后隐藏的原因 倒不是说他嗲不嗲 不是说东西好不好吃 而是这个人吃了之后呈现出的结果 和这个人吃了之后呈现的结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吃久了之后 他慢慢发现他自己胖了 对方还是那么瘦 心里会有怨气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感触特别深了 我有个好朋友 他的名字叫唐烟 他真的特别特别的瘦 我们俩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很爱吃啊 我也很爱吃啊 然后他还那样 我越来越这样了 我们俩有个组合的名字 你叫什么 叫什么 一零组合 一个是一 一个是零 一个是零 像一个十啊 他就是这样的那个 我就是这样的那个 然后永远我们俩都这么存在着 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也挺幸福 我倒没有觉得他每次叫我吃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哎呀很苦恼啊怎么样 我反倒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啊 所以他们俩是 对 错在一起就变成十分满分了 因为我就算怎么剪 我也变不成他 我就做我就好 所以我想说 娜姐 你的情况跟他们还不一样 对 你跟唐烟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款 你本来就是零 就是如果 他就是说 他们本来 你们两个人去参加举重比赛 然后你是参加重量级的 唐烟是参加轻量级的 而他们两个如果参加比赛 一个是参加轻量级的 一个是参加中量级的 你想想 他们俩都是模特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们有可能会遇到同样的竞争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的那个是动态的 你没有办法一针一针地去修 平面模特你可以修 你要知道模特要面试的 你照片是可以修 可是商家 当商家看到两个同样的模特站在一起 商家并不知道 昨天这两个人一起去吃了同样的饭 商家只看到这两个人当中 一个要瘦一点 要个胖一点 商家只会觉得说 因为做得比较敬业 所以说在工作当中 你是不是经常会败给他 对 可能因为就是 我们也会拍一些美妆类视频嘛 然后可能他上镜的时候 就会显得脸更小 然后可能一些角色的时候 就可能他通过的几率会比我高 会高很多吗 对 那会因此会让你对他心生怨愤 但是他一只宝宝就化解了吗 哎呀 所以他还你很容易 只要叫宝宝就可以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假设说你现在是觉得他每次叫你去吃 你觉得他在毒害你 你想拒绝他 你觉得不开心烦恼 但是如果他每天某一天他就不叫你了 他开始叫杨绿了 所以把你扔在一边了 你会不会更加的烦恼 会 会有失落感 请停止白座 我竟然输给了杨绿 怎么可能呢 这个我们的Lisa你是真的就是体质那么瘦 还是其实你在吃了那么多的同时自己做了一些努力在减肥 对 其实我不减肥 对 我是做了一些努力 但不是减肥 就是我在吃的东西上面会比较注意 比如说 比如说我吃肉很少 然后要吃的话也是牛肉 然后一般是吃海鲜水里的和那个蔬菜水果特别多 我特别爱吃水果 然后一定要多吃水果 然后吃水果的话 一个是对女生皮肤也比较好 然后一个也是不容易发胖 那她有把这些告诉你吗 对啊 可是关键是我爱吃肉啊 就我们去同一家餐厅 她点她爱吃的 我点我爱吃的 然后她爱吃水果 海鲜 蔬菜 我就是吃肉 吃肉 吃肉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那就是因为还有得选啊 你可以 可以选肉 也可以选蔬菜 像我跟唐唐在一起 她就是吃肉啊 吃肉啊 吃肉啊 我就吃蔬菜啊 吃蔬菜 但是还是这样 非常不适 我每当看到一个很瘦的人说 哎怎么办 还没有吃饱 但她已经干掉两盒盒饭 我在心里默默想下一盒 我要给她下点药 还有些 还有些很瘦的人 反过来 很瘦的人说 哎呀 我还是不要吃了 我要减肥 这种我真的 你再说我吧 瘦了你就不要减肥了 体谅我们微胖界人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减肥 是不太好的一件事 因为不太介绍 你看你看 而且像我就知道 瑞塔今天没有吃晚饭 所以我特地带了很多 我最近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很多好吃的过来 你看带着吃的东西来啊 对对对 吃什么 可以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了你准备了 对对对 这个很好啊 水果 好棒哦 哇 好热啊 来来来 有筷子啊 哇哦 哇哦 我觉得很丰盛 很贴心 哇 但是很多都是炸的呀 对因为晚上这些 就是旁边很多店都关门了 然后所以我只能就是在附近带一些这种现有的挑了一些东西 可是你知道你少带了一样什么东西吗 啤酒配炸鸡对不对 啥了啤酒 所以你还是非常贴心的 是真心实意的为了朋友好 你怎么也吃起来了 因为他没有吃饭啊 我的天哪 你还有烦恼吗 你是不是要收回你的烦恼 是不是他不是我的烦恼所在啊 没关系的你一天都没有吃 现在吃一点表情 我觉得他不给你吃了你更烦恼吧 就是我是那种一胖体质就是 气球型跟不过一样 对气球型 就是有可能 喝口水都会胖吗 对喝口水都会胖 我跟你一样 就是胖起来很容易 要瘦也很容易 对我可能饿个几天就瘦了 但是就他可能出差回来 你又胖了 我又胖了 所以说你的体重是根据他的行程而改变的 对 所以说现在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LISA来讲 我就希望我们还能做好闺蜜 但不要带着我一起胖可以吗 我可以带着你一起吃健康的东西 跟着我一起吃吧 可以一起瘦吗 所以说我们现场的这一组对话 我觉得是出现在一个 永远不会胖和一个气球型旗帜的人之间 所以说这样的一组烦恼真的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彼此不懂彼此的一个烦恼 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 你认为这是一个烦恼吗 请拿出你的手机来给他们投票 让我们倒计时 三 二 一 进口票 三 三 三 六 不算是烦恼 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烦恼 我觉得蛮开心的 你的闺蜜天天带着你去吃好的喝好的对你很好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你不喜欢它可以让给我 你也可以把它让给我 也可以让给我 以后可以把我们大家都叫上 是的 一块吃对不对 是的 对啊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吃货 其实我觉得可能美食有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心情 但是有时候像我们这样之间呢也会产生一些小小的烦恼 但是好在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沟通来进行完美的解决的 希望我们有一颗吃货的心 有一个瘦子的身材 再次感谢两位 谢谢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好多真的不是烦恼 有一个直接省去了一个投票环节 是的 有一个创造了最低的一个票数记录 对 36票 是的 尽管他们不可能获得我们的大奖 但是我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他们的烦恼就已经是消除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宣布我们本场的烦恼王 就是我们的小佳和小猪 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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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以后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不能后再控制他一定要带这个桌子 他想带就带好不好 可以可以 OK 没问题 好啦 那电视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呢 现在您也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电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我们再见吧烦恼的公众微信账号 以及微博来参与更多的一个互动 好啦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再见吧烦恼 让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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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